威胁扫射美国高中!孙鹏儿子遭打房间宛如军火库,迪鹰痛喊:"连我都超怕他!" 孙鹏与迪鹰的儿子孙安佐,因在美国高中扬言5月1号带枪扫射校园被同学举报,之后警察立刻到现场抓人,并直接逮捕。 孙安佐事后宫称:"我只是开个玩笑,但警方认为他精神状况需要评估,因此直接先押去宾州监狱检查,之后迪鹰与孙鹏也随即请律师处理,并取消行程亲自出面。 最后坚移10万美元,约291万台币,交保,等待4月1号开庭审理,警察透露他最高可能会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 警方调查后发现孙鹏在网络上搜寻如何购买AK-47GAR-15两种步枪,并曾于2月携带一枚大口径子弹倒笑。 他还在网络上分享一段自己戴面具,手持火焰喷射器的影片。 虽然还没找到可疑的影片,但合理怀疑,他正计划骇人的行动,所以在才把他逮捕,避免悲剧。 图片来源,ETTK青光云。 远景更带着搜索票进入孙曼佐的寄宿家庭,经见他房间宛如军火库,发现一件军事防弹背心,可携带子弹的背包, 加装瞄准器的强力十字弓及七支弓箭,可用于枪支的支架,二十发九厘米子弹等多项军事物品,顿时让警方全部杀眼,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个多武器在房间。 不过之后孙曼佐的律师表示警方说的可疑物品,全部都是他想参加万圣节变装比赛的道具,他完全没有任何计划恐攻,只不过他开了一个不能开的玩笑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 狄鹰在演艺圈就是出了名的虎妈,他曾经说过我修理儿子可是谁都拦不住,就算请来天皇老子也躲不掉这结束。 爱子心切的他从小就让儿子接受各式各样的课后辅导,连睡觉时间也要精准掌控,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也许儿子也被感染成为了胡子,个性与迪鹰一样强领带刺,甚至非常没有安全感,常常觉得妈妈会有生命危险,看着要买枪保护妈妈,曾让迪鹰有点压力。 虽然迪鹰在家超凶,但他却说真正战场风的其实是孙安佐,有时连迪鹰都会怕他,每次只要看到妈妈擦指加油,化妆或衣服暴露,儿子等到他回来就会狂年一顿,这也让迪鹰笑说最好他以后交的女朋友就不要给我化浓妆,涂指加油。 虽然迪鹰管教儿子慎严,但他还是会给儿子空间自由发展,坦言对儿子教育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要如何成为他的榜样,并适时地放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